我本來以為是馬鈴薯 不是耶 日地瓜 整個都是蒜頭味 紅季煎餅果汁 這個是我們大概落空了五六次的紅季煎餅果汁 沒有事先預定是在買不到的喔 因為今天是假日我們寄照了兩個小時就定了 然後大家看一下 我們今天點的是他的招牌蒜蛋 看起來好好吃 對啊看起來超好吃的 而且兩個小時喔 我們等了兩個小時喔 然後我們因為我們沒有挑他有加料的 我們想要吃吃看原味 來就是先點最基本的 招牌蒜蛋 然後我們還加了辣 再唸一遍 招牌蒜蛋 我們還加了辣 因為他的辣好像是什麼油鍋子 就是這樣厲害 大家都說他的辣是那種會毀甘 怪神口味 耶 但其實我沒吃過 而且女生這麼大一份 這麼大一份 兩片 這樣多少錢 這樣子55招牌 雙蛋55 然後如果你要豪華一點 也可以點三蛋 三蛋就是65 雙蛋就好 雙蛋 因為好像多一點點蛋的味道 他會比較軟 那我要吃囉 我有點不知道怎麼棄手 他有辣 就那種微微刺刺刺那種感覺 微微透出來了 可能我還沒吃到中間 然後他外面這一層是軟的 脆的是裡面的那個東西 對 裡面的好脆喔 你聽到嗎 他裡面那個好好吃喔 好香喔 而且會有那個甜麵醬的味道 然後跟他的辣醬 你有沒有看到跟他的辣醬 他的辣醬不是會讓你嗆 脆弱的那一種 是微微的淡香 淡香 然後微微的辣椒油香 好好吃喔 而且外面這一層是軟的 然後又吃到蔥 跟香菜的香味 以及淡香 拜託一定要加雙蛋 雙蛋才會有軟麵感 好這樣子 這個是最近新開的店 口渴先喝一杯 我們今天點的是他的招牌 大王檸檬冰沙 先喝一杯檸檬冰沙 而且他剛剛挖了4球的冰淇淋 他那個不是冰淇淋 那個是檸檬冰沙 因為我剛才已經先偷喝一口了 而且整整4顆4球 滿有噱頭的 我覺得他們冬瓜檸檬 不會很甜 對不會很甜 但因為可能冰沙還沒有融化 所以我覺得檸檬味沒那麼濃 冬瓜的香味也還好 不像一般你喝冬瓜茶這麼甜膩 我喜歡傳統的冬瓜茶 我滿喜歡這個的 因為他是比較不會那麼濃 他的冰沙是那種 真的不是冰淇淋口感 他是那種 薄成冰沙的那種感覺 比較傳統的冰沙 好喝一喝可以還我 這杯是我 而且 我覺得他的檸檬味沒有很濃 對啊 我覺得是因為冰沙的冰淇淋的那個 他會弄成冰淇淋的沒有融化的關係 可能要攪一攪 如果你想要解殼 我覺得可以啦 就不會很甜 不會很膩 不會很酸 就差不多是這樣子 然後這杯 七十 剛剛多少 七十五 這杯七十五 現在也要好貴喔 我覺得現場吃比帶回家更好吃 真的喔 熱的 我們現在來了春日的鑽香豆干 這個這一碗啊 有人一直在口吃 這一碗啊 是我們很常買回去當宵夜的大拼盤 這是他們的綜合大拼盤 這樣總共是120塊 然後他裡面有豆腐 豆干 米血 百葉豆腐 跟臭豆腐 豆皮 我剛沒講豆皮嗎 沒有 妳剛沒講豆皮 還有豆皮 最重要的就是豆皮 對 然後他有兩種豆腐 一個是臭豆腐 一個是百葉豆腐 都超級入味超級好吃的 而且他上面啊 老闆娘會特製一個 蒜香醬 然後那個醬汁淋下去 整個都是蒜頭味 好臭嘴巴又好臭 哦他也有這種大豆干 他還有這種吸水的大豆干 然後這個是他們的百葉豆腐 老闆跟老闆娘 服務台服超好親切的 剛一直很怕我們在現場吃很熱 如果在這個夜市找一間必吃的話 我真的會選他 我是一定選這一間 因為他們家的蒜味真的超夠 然後剛剛老闆有提醒 就是他們家的豆腐 要沾 拿湯匙 沾著醬汁 剛剛老闆有說你有聽到嗎 哦我沒有聽 老闆說要這樣沾著醬汁 燙紅 超夠味的 真的好吃啊 這間真的好吃 這間真的好吃 而且因為 好好之前來泡完之後 他生意變超好 我超生氣的 平之前只要等10分鐘 現在基本上都要等20分鐘起飄 但因為他真的太好吃了 所以我們還是會等 這個月是挑兩間的話 一間就先吃剛剛那個 煎餅果子 對煎餅果子 另外一間就吃這個 然後就可以回家了 然後一定要沾滿他滿滿的蒜頭 蒜頭 我們接下來來了 阿蓮河粉 阿蓮河粉 他真的是一家CP值超高的點 但是他現在應該桌上都還沒有看到河粉 因為河粉還在做 因為他生意真的超好的 我們剛進來大概等了15分鐘了吧 又吧 好險還有搶到位子 對 因為做滿滿的 全部都是滿滿的 那炸物已經先上桌了 所以我就迫不及待想要先吃了 我等一下河粉來再介紹 我們今天點了他的 月式椒麻雞 看看 怎麼答應嗎 低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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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很細 我記得應該是110 然後他就是一個 雞腿排 直接下去炸 比較偏台式 因為直接我們也吃過 我非常吃 其實口味滿台的 很台 但我很愛 而且他上面的那個 蔥 薑 蒜 辣椒 放得超多 清香料很大方 嗯 清香料很大方 嗯 聽到那個 那個表皮沒有脆腹 我真的很喜歡台式炸雞 就是要有那個 趴哩趴哩的感覺 被台式炸雞耽誤的 越南河粉店 被越南河粉耽誤的 台式炸雞 可能我不喜歡吃皮的 我覺得就不要點 因為我很喜歡吃 麵粉皮 跟雞皮 我很喜歡吃炸皮 這就很適合我 謝謝 我們的河粉上桌了 但是我忘記跟大家說 他的椒麻雞下面有超多高麗菜 我們每次來都會把它吃的精光 因為 滿滿的醬 搭配他的醬 你有看到嗎 滿滿的醬 裡面就是滿滿的醬 超夠味 他們家清香料真的給我煮 酸酸甜甜辣辣 然後我今天還點了一個 黃金屬球分炸一丸 這個 絕配 然後他四顆是65塊 我覺得算是有比較貴的醬 這個全部都是給你吃的 對 因為這個就是我最喜歡的SEL 好 那我要先從 魚丸開始 我一看就知道這一定是魚丸 紫色的 難怪大家推薦了 你看 徐先生很不贏的 他現在出來的裡面好軟好嫩喔 他現在好像不是鹹的 我覺得他整體是比較偏甜 對他吃起來是QQ的 QQ的貴感 這我蠻喜歡的耶 像麻糬的Q感 對我想到了像麻糬的Q感 然後另外一個 這看起來有點優 我覺得還好 可能是因為現在我覺得不優耶 然後另外一個是黃金屬球 我本來以為是馬鈴薯 不是呢 是地瓜 是地瓜泥 他剛咬下去的口感很像地瓜球 超大顆地瓜球 但沒有地瓜球這麼有嚼勁 是比較軟 你還吃得到中間的泥感 那種鼠泥 地瓜泥 地瓜泥感 難怪是金黃薯球 因為是地瓜 不是 不是馬鈴薯 會黏嘴的那個Q度 這兩個我都蠻喜歡的耶 我們今天點的是牛肉和粉 然後他們家的和粉 牛肉給的超給韻的 這麼多 而且他們家的牛肉和粉 跟台南的牛肉湯比較像 他是要上桌前用熱水直接沖下去 所以就會還是這樣 粉嫩粉嫩 欸我沒辦法那個 我怕滴的都是 粉嫩粉嫩 滴的我桌上都是 我等一下會擦 然後他們家 很有誠意就是都會給 無限暢飲的檸檬 跟酒成粉 所以你就是想要吃多酸 你就自己加 他有辣椒要介紹一下 對 他們家 他們家其實還有另外一個口味是酸辣的 就是你所有的牛肉豬肉都可以變酸辣的 但我沒有特別選 我覺得也蠻好吃的 但我今天就是想要用他們的辣椒 看他們的辣椒 他們辣椒都製作 這個辣椒超辣 對 但是很夠味 而且又酸 所以我們都會加一些 好先加一些 調調味 然後跟 酒精湯 酒精湯 雖然店家是無限暢飲 但是大家還是適量 要吃多少拿多少 不要浪費 然後酒精湯放進去 重點檸檬 檸檬我剛剛擠一顆 讓我夾一下 好 帶一個酸 吃檸檬對身體好 酸死 這樣這麼老派的話 然後 我們點的麵 今天我們是點米線 因為它河粉有兩種 一種是米做的米線 就是這個 然後另外一種是 綠豆粉 而且它綠豆粉很像我們的冬粉 很粗的冬粉 非常有嚼勁 但是我們好像還是喜歡這種米線 剛好的嚼勁就好 它人家的湯真的厲害 你有沒有喝到湯 我跟妳講 吃這個 它跟著麵就吸上來了 那個高湯 讚 然後我來吃一下它的牛肉 粉嫩粉嫩的牛肉 我跟你說 因為它們牛肉是直接用燙的 所以 還很嫩 不會像那種牛肉 一般店的牛肉店 五國牛肉店那種 才不會 他們家還很嫩 然後辣椒 敢吃辣的人真的多放一點 他們家辣 好吃 酸辣酸辣的 其實我一直在懷疑 它的另外那個加10 因為它的酸辣要加10塊 不規定是這個辣椒 我自己挑 我省10塊 然後我們來喝一下 就是這個味 你如果夏天覺得很熱吃不下 來這一碗 又有鮮味 又有酸味 又有甜味 最近高雄太熱了 我真的很想要吃越南料理 好開胃 而且這麼大一碗 這麼大一碗 100 90塊 90塊 對 這碗牛肉的是90塊 那不是酸辣的 就是100 大家就斟酌了 10秒 燙死 很燙耶 你休息 它那個碗就是像阿嬤家的碗 阿嬤家的碗 這間是我要吃的 這一間是春霞40年老店 45年 45年 尊重 比你還老很多 我現在在流汗 然後我們在吃熱熱的海山碗 真的是要熱死 這就是高雄人的 然後大家看得到嗎 就是等一下好硬的特性 它裡面有這個花枝 蝦子 跟蛤蜊 料不錯 80塊一碗 80塊一碗 但因為比較小碗 我覺得比較小碗 它的這種煮法是那種 煮熟的米下去直接重新燉煮 並不是從生米煮成粥 對 它不是麥 它是泡飯 它是類似泡飯 它有點像 我覺得應該比較像屏東的那個 本坑 有一點點類似 本坑 但是又不太像 它還是有再煮一下 而且很 很鹹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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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吃一下花枝 剛剛看到蛤蜊還蠻新鮮的 看起來蠻大的 嗯 嗯 我覺得花枝可以耶 它的 它的海鮮我覺得是新鮮的 然後它的那個 有辣給大家看 還好是不是 我不跟它講 我不跟它講 就是如果你想要吃 簡單的本坑 你可以選它 我還好 好 還給我 謝謝 終於 因為夜市真的太熱了 所以我們就決定把 我們剛剛買的食物帶回家吃了 然後我們在 離開的時候我們買了 阿Q動員 這個也是我們 很常會買的 小點心 然後我們買的是它的招牌 它的招牌就是會有 仙草凍 這個應該是抹茶凍 然後藝圓跟地關圓 還有裡面的 紅豆跟藝人 下面就是清冰刷兵 它的動員就是比較特別 就是會附 會跑出 跑出鏡頭 會附這個 奶油球 通常我們都會把奶油球全部加進去 因為這樣才會有奶香味 它就會吃起來比較滑順一點 全部加淋下去 一滴不剩 這樣才會是最好吃的動員 它這樣一碗我記得 沒錯的話是55塊 滿大一碗的 然後 我最喜歡的它的這個天草 這個抹茶凍 抹茶凍的部分 抹茶凍 下天吃這個超級消暑的 它抹茶凍很Q然後 算很Q嗎 有點像果凍狀這樣子 然後進去都會有淡淡的茶香 不會是很假的那種抹茶香 我覺得還蠻好吃的 然後仙草凍 它們家的仙草凍跟抹茶凍啊 都是入口之後會吃得到 你就會知道它是什麼東西了 不會就是像外面那種 有顏色但是吃不到味道 它們家不會 你就是嘴巴都會有那種抹茶香 跟那個仙草香 然後它的 地瓜圓 它們家的地瓜圓 都蠻大一顆的 它們家的地瓜圓跟芋圓 都不會因為 放在冰上面變硬 都不會 都會還是一樣很Q很Q 你就算待會家吃 它現在咬起來就還是 你看都還是那種QQQQ的口感 它們家這個吃下去真的好消暑喔 因為你看碎冰 碎冰就算到家裡面 都還吃得到 然後呢 我們剛才買了一個 這個是高雄美食部落客 它開的店 春宴 老童關創意肉夾摩 這個也是我吃第二次還是第三次了 因為它們家的肉夾摩 我覺得 光環夜市的 另外一間好吃很多 好吃非常多 然後呢 它們家的肉夾摩長這樣 你看這個厚度 而且它們家的肉夾摩就是 表皮都烤得很好 酥酥的 金黃金黃酥酥的 拿出來 金黃金黃酥酥的 然後我今天買的口味是 它們這個期間限定 你記得日式壽喜燒 它最近限定的是日式壽喜燒 我上次吃過老乳肉的 我也覺得很好吃 而且你看它裡面都還有一些小蔬菜 像乳米筍啊胡蘿蔔啊 嗯 它的這個呢 你看它表皮都是一圈一圈這個 一絲一絲 咬起來超脆的 這個 它們餅乾一樣 這算我已經帶回家了 它一樣是 很脆 這壽喜燒 它真的吃得到 因為壽喜燒跟那個醬汁味道 希望我下次可以吃得到它玉米口味 我超想吃它的玉米口味 可是也是期間限定 我每次都沒有跟到 希望板娘可以再開玉米口味 對 最後我要用老牌白糖糕 搶到最後一個 我剛剛真的好險耶 好爽 阿姨直接說 最後一個你買沒有 有 有 最後一個白糖粿最好吃的 然後你看剛炸出來的有夠熱的 滿滿的花生粉 啊我喜歡吃花生粉 我不喜歡吃芝麻豆而已 喔 這個風來的是怎樣 大家有聽到嗎 那那個表皮 有夠脆的 它的表皮炸的酥酥脆脆 然後裡面跟麻糬一樣 Q 而且會有一點微黏牙 剛剛好 喔 好好吃喔 你看 你看 它有一個 很Q很脆的口感 然後再加上花生粉 甜度不會很過 所以非常好吃 一定很疑惑 我來夜市買什麼萬丹紅豆餅 我真的沒有花上 它是萬丹紅豆餅嗎 它是萬丹紅豆餅 我沒有誇張 我每次來必買兩個芋頭 但剛剛老闆說 他們已經全部賣完了 芋頭已經全部賣完了 但是最近紅豆餅的 奶油口味也蠻好吃的 他們的餡 我跟你說 它不是一般的萬丹紅豆餅 它的餡就是有夠爆炸多了 那個奶油是我的喔 這我判斷不出來 我吃一下我就知道了 然後它的表皮也是這樣 它不是像軟爛的那種 它是有硬度的 有硬度的這一種 你喝12塊可以吃一下 我之前是10塊 它現在已經漲到12塊了 然後它是有脆度的 所以你不會覺得軟爛 燜酒也不會軟爛 我的奶油 我跟你說 幾帥幾帥 抱歉 他們家的餡真的很多 而且一個12塊 你真的沒什麼好挑剔 而且他們家的餡都不會很甜 我超喜歡 不能跟大家介紹芋頭 它的芋頭超鬆軟的 超好吃的 然後我今天還買了一個紅豆 因為其實除了芋頭 我也蠻喜歡吃紅豆 雖然平常我都是點兩個芋頭 有點可惜 拿給大家看紅豆的餡料 你看 他們家的餡料就是都不會小氣 覺得都是滿的 而且一個10塊 有夠紮實 真的不會後悔 一個12塊 一個12塊 現在漲到12塊 我有點不習慣 可是我找零錢 還要在那邊找2塊錢 跟你說 志強夜市就是讚 一定要來 而且它沒有賣一些 有的沒有的衣服什麼 它跟六盒不太一樣 它就是單純來吃 你就是來吃爆 而且一次可以吃到好多家店了 它就是一個在地的夜市 如果你有來這附近 真的推薦晚餐來繞一下 但不能太晚 因為它8點 店家就差不多 都關的差不多 所以你就是大概六七點來 我覺得是最剛好的 來吃晚餐 吃晚餐 我們今天就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幫我按讚訂閱加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見 掰掰